中方对中美经贸的磋商 始终抱着最大的诚意 美方指责中方在谈判中立场倒退 这是不负责任的 是破专审 在磋商谈判中 就所有的问题达成协议之前 谈判桌上的一切都只是讨论 不存在协议 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立场倒退 那么在初三之中 美方提出的很多问题 中方都克服困难 提出解决的办法 但是美方出而反而 得秤进尺 坚持不合理的高要价 坚持在协议中 写上涉及到主权问题的 一些要求 而且坚持不取消 三方经贸磨擦开始以来 加征的关税 那么并且以提高 加征关税的税率 来施压 致使三边 经贸的摩擦升级 致使谈判 严正硕 高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